詞曲 李宗盛 就在彭令康發表施政報告的第二天 港澳辦發言人就政改方案發表談話 表明中國政府的立場 中國政府一貫主張在香港發展民主 但這個民主發展一要循序漸進 二要與基本法陷接 保證香港順利過渡 彭令康的政改方案對香港政制發展 做出了重大的改動 導致武法與基本法相陷接 而且彭定康未經同中方磋商 就單方面公布所謂的建議 蓄意挑起一場公開爭論 不符合聯合聲明強調的中英雙方 在過渡期的合作原則 不利於香港政權的順利交接 如果香港在後過渡期出現與基本法不陷接 中央將按照基本法的規定 另行成立特區政府 銳致地將香港政制發展轉化為 中英兩國的外交問題 即中英聯合聲明確立的兩國協商 解決後過渡期的問題 因此彭定康的政改方案 就不再是香港民主發展問題 而是中英兩國要不要合作 甚至是要不要遵守聯合聲明的問題 而實際上 為中國政府反擊彭定康的政改方案 奠定了政治基調 當彭定康試圖挑起香港與中央的矛盾 中央就將矛盾轉化為中英矛盾 在這種矛盾之中 香港市民是否與中央站在同一個立場 就成為衡量外國者概念的士金石 面對彭定康拋出的政改方案 鄧小平明確指示 對英方背信棄義的做法 必須堅決頂住 絕不能讓步 要質問他們 中英協議還要不要 如果英方一意孤行 我們就另起勞躁 當然 鄧小平在譴責英國背信棄義的時候 也清醒地認識到 政治信義需要政治實力去保障 鄧小平之所以說 在香港問題上不可以再做李鴻章 是因為新中國具備了捍衛民族尊嚴的能力 但是他也很清楚 英國人之所以夠膽背信棄義 是因為中國在國際格局中 依然是一個弱國 所以鄧小平敏銳地認識到 中國必須拿著百年來難得的國際機遇 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增強中國的經濟實力 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發展才是硬道理 鄧小平在對國家未來的思考和把握之中 定下了韜光養晦的國策 據鄧小平年譜記載 在彭定康發表政改方案前夕 鄧小平仍然強調 我們在韜光養晦地幹涉年 才能真正形成一個較大的政治力量 中國在國際上的發言分量就會不同 鄧小平口中的中英協議究竟怎樣呢 但彭定康又要作什麼反應呢? 《七封中英兩國外長往來信涵》成為了這次碰撞的轉捩點 《七封中英兩國外長往來信涵》成為了這次碰撞的轉捩點 或您第一位持續 Space yht satu會召逐論 1996는지 從對台� Elise AI rome的 made label 就是中英兩國的 заяв 兩國外長已經通過信涵協商達成共識 然而彭定康根本不承認中英兩國協議 並要求公開兩國關於政制發展的往來信涵 在這種背景之之下 中國政府不得不公開外交信涵 哈決定掛公開了信涵 清楚地显示了双方初伤和讨价还价的过程 而1995年立法局直通车为特区政府第一届立法会 也都在这些讯涵之中确定 眼下英国政府竟然否定这些讯涵的约束力 意味着直通车的安排失去法律效力 令起劳造成为中国政府唯一的选择 即原来中英协议中的直通车计划流产 中方按照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规定 单方面筹组第一届特区政府 中英两国外长七份信涵的公布 引发了香港社会乃至国际舆论的争论 一场批评彭定康政改方案三违反 即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基本法和中英两国外长达成的协议 的舆论战就此展开 在中英政治分歧之间 香港人不得不表明自己的立场 支持北京立场的被称之为亲中派 支持彭定康的被称为亲英派 香港社会就此进一步分化 正如港府智囊首脑刘兆佳教授所说 他说 精英之间 精英与市民之间 及市民之间 相互磨擦的状况正日险严重 持中间立场的政治力量 不得不在 亲中 亲英 二者之间作出选择 激进力量之间 则冲突不断 政改之争正侵蝕港人治港的基础和条件 港督若不及早恢复自然之道 则光明撤退只是一个梦想 港人就要承担未来外部不和 内部分化等等这些后遗症 这个正正是彭定康的政治目的 因为这场斗争本身 就是拿香港人来做赌注的 彭定康成功地获得西方世界的支持 美国总统克林顿公开支持彭定康 认为推行民主是美国的利益所在 正是由于西方世界的支持 彭定康将政改方案 看成是历史终结处所做的最后斗争 他在1993年10月发表的第二份施政报告 强调 英国在香港的目的不是建立机制 制度和达成协议 而是要将香港的独特生活方式 然至下一世纪 其历史意义不亚于法国大革命 但中国政府很清楚 英国人只不过是想借东欧事变 和苏联解体推翻过去的协定 通过加速民主化 将香港搞成半独立的政治实体 进而影响中国的政局发展 可以看出彭定康的政改方案 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事件 而是西方世界 支解中国战略的一部分 面对这种国际局势 但是中国政府于1993年上半年 向香港国界陆续披露 邓小平关于香港政改问题的 几次谈话内容 表面中国在原则问题上绝不退让 这个原则就是 1997年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原则 就是香港按照《基本法》的规定 行使一国两制的原则 就是中国绝不屈服屈从于西方国家支配的原则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央按照邓小平的指示 做好了另起牢造的准备 事实上 邓小平很早以前就一直担心 港英政府在过渡期自搞一套班子 强加于未来的特区政府 在港人治港的条件之下 港人不可能在1997年突然接管香港 而必须在过渡期参与管理 熟悉港英政府的运作 英国人不会让真心拥护中央主权的港人 或者中央信任的港人参与管理 而是培养亲英势力 或者让反对中央拥有香港主权的港人参与管理 这样就制造了中央和香港特区的内在矛盾 为香港回归之后的管治 所以增加麻烦 增加困难 美与筹谋 培养爱国力量 风火路转 合作再续前缘 香港回归 告别一段往事 中英谈判之钢铁碰撞 正在播出 《人无远累,必有紧忧》 组作联合声明签署前 邓小平将注意力转移到政权交接问题上 姬彭菲的《邓小平与一国两制》记载 在1982年的时候 邓小平明确提出 爱国爱港政治人才的培养问题 他这么说 一般的方法是培养不出领导人才的 领导人才要在社会里培养 最好要用一个社会团体来承担这个任务 我们说 将来的香港特区政府 是以爱国者为主体 他们应该有自己的组织 我们要着眼于培养人才 要走年轻一点的人 将来管理香港事务 这些人必须是爱国者 在1984年4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邓小平进一步指出 我们的工作是要考虑如何培养干部的问题 要考虑用什么方式来逐步参与管治 我曾经提过 港澳工委要想办法在香港搞一些社团 实际上就是政党 英国人搞了一些社团 我们也要搞 可以从中锻炼出一批政治人物 没有政治人物不行 这工作不能抓得太慢 和1992年彭定康政改方案 彻底打乱了外国外港人才的发展计划 令到1982年以来 逐渐聚集起来的外国外港政治精英 发生了分化 政治力量遭到削弱 以至在1991年立法会直选中 惨遭失败 在这种背景之下 中央港澳工委 通定思统调整了原先 重统战轻选举 重工商专业界轻地区力量的工作思路 加强了地区力量建设 1992年代表地区力量的民主建港联盟 俗称民建联成立 1993年代表工商界利益的自由党成立 1995年代表中产专业界人士的香港协进联盟 即港进联成立 在外国外港阵营重新凝聚量的时候 民主派阵营也加强力量整合 1994年 港同盟和汇点合并成为民主党 两大阵营就1994年的区议会选举 和1995年的立法局选举展开较量 其中民建联打出外国外港的旗号 成为区议会的第二大党 这是香港外国团体 在1967年反英抗暴运动之后 第一次正面登上香港政治舞台 对香港政局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港英立法局选举中 拥有的政治力量 对彭定康的政改方案 构成一定制约 自由党在立法局中 对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提出了修正案 彭定康为了使其政改方案 在立法局中 顺利通过 不惜透过英国政府 对香港立法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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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一票的英国大商家 施加政治压力 迫使他投票 否决自由党的修改案 1994年6月30日 在彭定康全力游说之下 港英立法局通过了 对立法局选举条例的修订 并以一票之差 否决自由党提出的修改方案 这个意味着彭定康的政改方案 具有了法律效力 中英两国政治谈判的大门 彻底关上了 在港英立法局通过政改方案 两个多月之后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 宣布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 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 区议会于1997年6月30日中止 并决定由特区政府筹委会 筹组第一届特区政府立法会 在彭定康看来 无疑是给他的政改方案 下达一道死亡通知书 但当时在港英政府统治之下 香港不可能透过选举 产生立法会议员 全国人大于是批准筹委会的决定 由四百名港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 选举产生六十位立法会议员 由于这些议员不是按照《基本法》产生的 因此立法会亦都称之为臨时立法会 在港英政府议会中断在港英政府经历 由四百名港人组成的交署 经历被注重整大家 的区别人的自由 并没有根据 散装 而是 下段四百名员 亏 感谢观看 接收香港行使主权之后 中国政府谴责英国政府 在统治行章结束之前 通过彭定康九民主改革 是想强迫中国 接受英国自己 在管治香港150年里面 从未实行过的政策 喜欢彭定康的人就说 他尽了最大努力 表达香港人的愿望 为了自由勇敢战斗 他在这个过程之中 被香港人带来的民主经验 而批评彭定康的人 就指他是谋取私利 他回到英国之后 名声大震 成为一个为自由而战的人 而那些留在香港的人 就要收拾他在香港和中国之间 造成的麻烦 有人认为 是彭定康断送了直通车 因为他在香港搞的民主改革 并没有延续到1997年之后 但是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 尽管有彭定康任内造成的争议 直通车都是存在的 邓小平通过联合声明 和基本法建立起来的制度 确实如他所说得到了落实 中国始终遵守着邓小平的承诺 允许香港的资本主义 和法律制度毫无中短地继续存在 允许港人治港 内地城市变得更像香港了 而不是相反 香港民选议员的数目增加了 而不是减少了 香港为自由和法治 树立起准成 成为很多选择在那里生活人的保护衩 亦为住在内地的人提供了标杆 主权移交之后 香港仍然像过去一样 是一个国际大都会 一个崇尚言论自由 还尊重法治的城市 遗憾的是 在这场话语权争夺战中 扮演重要角色的邓小平 在距离香港回归 紧剩几个月的时间 他就黯然详细了 未能够亲眼目睹香港回归 如果他能够活到那一天 或者他都会同意 前外交部长前其心 对那一天的描述 他说 主权交接仪式的一整天都在下雨 但是我相信 普天下所有中国人都会觉得 这是为中国人洗擦耻辱的一场雨 香港回归并保持稳定繁荣 实属不宜 生活在当下的我们 是否应该好好珍惜呢 好了 感谢您收看这期的《香港歌》 剧女 还有督府上下员工 一起出席这次告别港督府议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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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